长江上的运输船 原和做起了赔钱生意 丢失了贵重的货物 却为何无人报警 抓获的千万大盗 竟然只是冰山一角 小虾后面的大鱼 到底是何方神圣 小虾钓大鱼 天网栏目 即将播出 有些时候我在想 我们情势破案 也想出去钓鱼 本来就想钓个小鱼小虾的 可是没想到就通过这个小鱼小虾 我们又钓出来一些大鱼 陈栋是长江航运公安局 南通分局刑侦支队的支队长 江边长大的他 业余爱好就是钓鱼 在他眼中 钓鱼并不是件简单的事 他和办案有些相似之处 鱼沟出水面之前 谁也说不准 钓上来的会是什么 2018年1月 长江航运公安局南通分局 接到一个匿名举报电话 电话里说 在长江主航道上 有一艘货船非法运送货物 但是具体人员和船只并没有交代清楚 接到举报后 长江警方立刻派人到江上巡视 发现确实有一艘散货船十分可疑 散货就像建筑上的黄沙 煤炭 非常直观的 就是一袋一袋的盐 如果是散的话 就是没有带子的话 那就是散货 长江航道南通段的码头上 几乎每天都有海轮或者大型江船停靠 货物由大型货轮卸下 转拨到散货船上 再运往上游各个港口码头 所以 南通段的航道上 散货船几乎随处可见 那么 这艘货船究竟有什么可疑之处 它钓的这个货物 它是有问题的 民警调查发现 这艘散货船运输的是铜金矿 使国际民生和国防工程 乃至高新技术领域中 不可缺少的基础材料和战略物资 铜金矿价格不菲 运输成本更是十分高昂 一吨甚至比汽油柴油都要贵 它属于一种矿石原料 往上游运一般都要使用到五到六千吨 就五千吨左右 大的有八千吨的 这种江船来往上运输 像铜金矿这种贵重的货物 货运单位为了降低运输成本 都会选择运载量尽可能大的散货船 集中运输 可是这艘散货船的运载量 却只有区区一千吨 这正是警方觉得可疑的地方 对于公司来说 它反正是按照吨位来算钱的 如果运输一吨给你多少钱 但是对于这个运输船的船主来说的话 它这个就不一样 虽然它的船小一点 它烧的柴油也会小一点 但是它的运费 只有人家五六千吨船的六分之一 但是它烧油量 这个六分之一要多 很显然 用这艘只有一千吨运载量的小船 来运送铜金矿 船主毫无利润可言 那么这个船主 为何要做着赔钱买卖呢 马上对这个相关的线索 进行开展一个 网上一个研判 然后再配合我们民警 密密地跟踪 蹲守 查询了相关的里面的背景身份 相关的信息 调查了解 这艘散货船船主性高 常年在长江航道 从事散货运输的工作 船运的收入 是高牧一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高牧必须保证 街道的每单生意 都要有稳定的利润 才能维持全家的正常生活 警方认为 高牧绝对不会去跑一趟 赔本的买卖 这艘散货船 一定另有玄机 长江在南通道这边 就是说船上的这种盗窃 尤其就是盗窃自己船上的货物 我们去里边已经办过了很多 很多起了 警方仔细检查了高牧船上的货物 发现并没有夹带其他货物 只有铜金矿 那么问题只可能出在 这批铜金矿身上 突然间一个大胆的想法 出现在支队长陈栋的脑海底 会不会高牧这艘船转的 不是运费 而是倒卖这批价值不菲的 铜金矿的获利 这些铜金矿从何而来 高牧又打算将这批货运往何处 陈栋的思路 一下子开阔了起来 他决定从这个方向入手 彻查这起案件 我们发现呢 每逢十天左右的时间 就会有一艘船舶来到南通 夜间就有人趁小船上去 两条船接出之后 然后会有他们会有从船上 卸载相应的那个货物下来 这种卸货的方式和时间都很反常 再考虑到南通的冶金企业 对铜金矿的需求量并不大 警方怀疑高牧这条船上的铜金矿 很可能来路不正 这个货物铜金矿来说的话 一般都是国外进口的 进口的外轮过来 一般都两三分钟的大轮 没有说的是从江船上面 不仅如此 这艘装有铜金矿的小型散户船 运输轨迹也十分异常 上游有很多这个铜金锁的这种厂子 需要这种铜金矿 它就从国外进口过来之后 然后到了长江口 我们长江南通段 然后在这边 然后进行一个转舶 从海轮上面转舶到自己一个内口船上面 然后再往少游运 是不可能就是从上游往下游运的 除此之外 警方在走访中还发现 高墨近期的财务情况也不太正常 他因为他运输不武 他不是那种就是 就是说可以很挣钱 他也就是挣个运费啊 仅仅就是说能保证自己养家糊口 但是突然发现高墨这个人 花钱变得大手大脚 据高墨身边的同行说 高墨喜欢打麻将赌钱 但是以前的赌注都很小 最近却突然开始加大赌注 出手异常大方 然后这个可能就更加证实了 我们当初的这种猜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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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推 davidas turns up to ra 圆听 het 冨偶尋 脚� 朴往 这个З Du Booth 假冨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rade 桃 存在 主要的男子就是我们一直研判的 盯着的高姆 长江上的运输船 缘和做起了赔钱生意 装载贵重货物的散货船 究竟开往了哪里 警方精心安排的抓捕 为何沦为一场空 失窃的货物又为何寻不到主人 小虾钓大鱼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在陈栋看来 高某这一船铜金矿 虽然暗值高达数千万元 可对于有着黄金水道之称的 长江航道而言 实在算不上什么大案 就像它平时锤钓一样 这一杆虽然只钓上来一只小虾米 可是它有十足的把握 再钓一条大鱼 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动手 就是小的这户人 进行交易的时候 我们再抓个他们的嫌疑 因为一手受伤我们也有了直接的证据 然后我们就想着 二手销赃的时候也能找一个直接的证据 我当时就并没有急着动手 路人骂了 就还是按照原来你所盯的那几个人 一直盯着 警方兵分两路 一路盯着和高姆交易的销赃团队 一路盯着高姆去向 准备时机成熟时 将两伙人一起拿下 那天晚上是定了一夜 当天晚上我们收到消息 高姆跟一名女子已经约会 因为当时是其他组的情况并不理想 就抓捕的条件并不是非常成熟 所以当时我们就一直在高姆的 这个约会地点外面进行蹲守 罢民警敦守了整整一夜 夜间寒气逼人 但是每个罢民警都没有丝毫懈怠 大家心里面就有一口气 觉得说今天肯定能抓到他 我们就是前期研判这么长时间 一直在盯着 大家心里想今天终于有结果了 都很兴奋 一整晚一直没等来合适的抓捕时机 到了早上六点多 敦守高姆的民警得到命令 实施第二套方案 暂时放弃对销赃团伙的抓捕 直接进去宾馆房间 先将高姆抓获 进去之后 发现屋子里只有一个女的 早变了屋子里没有发现高姆 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 怎么会这样子 对高姆的抓捕竟然扑了个空 这让民警感到意外 到底是工作中哪个环节出现披露了呢 多了这么长时间已经看到 有这个入住信息 认为当时条件已经很成熟了 结果之后人没抓到 瞬间就是特别失落那种 就为什么会扑空的感觉 不仅如此 现场的民警还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他们的身份已经在女子面前暴露了 如果这名女子将情况告诉高某 那么对于警方的工作是非常不利的 我们当时当机的立端 我们也之前就知道高某跟这名女性 她保持着一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并不是情侣或者夫妻 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名女性带到我们派入所进行询问 女子交代高某当晚确实来到了宾馆 办理入住一个小时之后 她接到了一起电话 接着便匆匆离开了 要知道民警此时正蹲守在宾馆外面 他们为什么没能发现嫌疑人的离去呢 其实就是一个时间差 虽然知道了高某跟这名女性进行约会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一家宾馆 等我们查到是具体的某一家宾馆的时候 这个高某当时已经不在宾馆内了 能让高某在约会时匆匆离去 这个电话显然十分重要 她究竟要去哪里和本案是否有关呢 这个女性在交代的过程中 她给我们提了一句 高某接到电话好像说了一句 怎么这么晚了还要去南京 然后我们就推测高某可能是去南京装货了 从南京到南通开车只需要三个小时 而开船需要大概十二个小时 警方推测如果高某晚上十点多离开南通 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九个多小时 那么她现在应该已经进入南京水域 此刻南通分局的民警面临着抉择 然后当时我们也有过争执 我们就是说到底要不要动 这一块的后续会带来什么影响 我们都不知道 如果继续抓捕 对于二十几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办案民警来说 精神和身体的挑战都是巨大的 高某当时已经驶离了南通市 所以我们这个掌握的一些资源就受到了限制 毕竟是在其他人的地盘上 所以我们的消息就没有那么准确 而且当天又下了雨 江面上的能见度特别低 等高某到南京的时候 已经是当天的晚上七八点多 就江面上也是一遍漆黑 然后我们总觉得是大海捞针 我们分管行政的曹局长 我们专案组的组长 他最后他是一声令下 他说行动继续行动 既然高某出去了 那我们就去追 抓捕行动继续展开 最终在长江航运公安局南京分局的鼎力协助下 高某的船在南京水域被成功截护 高某及高某的儿子小峰等人全部落网 到案后高某向警方承认了自己坚守自盗 在沉动的吊杆上 高某只能算小虾米 高某落网后 警方顺藤摸瓜 将涉嫌和其进行交易的销赃团伙 也一举拿下 当时我们专案组还是感到非常开心的 毕竟盗窃八九百万这个案值也是非常大的 大家感觉就是能够打掉这个团伙 这个还是感觉到非常兴奋的 可是随着案件侦破工作的推进 沉动失望地发现 这个销赃团伙的规模和他想象中的大鱼还差得很远 在我们慢慢案件的梳理过程中 这发现有些情况就不对了 专案组发现 案件中还存在太多无法解开的遗团 这些都表明看似归于平静的江面 还有条大鱼藏在水底 它是从海外进口了之后 从长江下游 它是一般是往上游运的 但是我们这一次根据犯罪嫌疑人高某交代 它是从南京装载了铜金罐之后 它是往速度下游跑 不仅是运输路线异常 更可疑的是高某始终不肯交代 它偷的到底是谁的铜金矿 既然能够承认自己盗窃了运输的货物 那为什么不能够告诉我们 它的货主单位 还有装货点到收货点 没有货主 找不到本案的受害者 案件办理就无法正常进行 民警对高某的审讯工作 持续进行着 试图得到一些任何有关货主的信息 高某只是寒寒糊糊的交代 这个船是帮南京一个吴老板运货的 因为我们是长江公安嘛 对长江上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 一般这种货物要么就是运到哪个码头 要么就是运到哪个过博区 然后进行过博 他直接就告诉我们 是运到江新州送给吴老板 我们就问吴老板是什么人 是哪家公司的老板 他又没办法说得清楚 承认犯罪事实 为何却不交代犯罪细节 货主的突然来电 让案件更加扑朔迷离 神秘的告密者 冒险来电是什么目的 警方如何找到这个 背后操纵一切的大鱼 小虾钓大鱼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8年1月 长江航运公安局南通分局 接到举报电话 说长江上有非法传之 警方调查后发现 确有歧视 并抓获了盗窃铜金矿的 嫌疑人高蒙 但是接下来的审讯中 却发现诸多疑点 而且失窃获主身份不明 不仅如此 随着调查的深入 高蒙复杂的职业背景 更是让案情变得扑朔迷离 就是从海轮上往 交船上调运这个过程 叫过驳 在这个过驳过程中 需要一个技术 整个南通来说的话 从事这个过驳作业的 也就那么几家 创业铜金矿的那个 传播名单 他们的调游计划给我拿过来 也就是说 高某如果有用 大船过驳铜金矿的资质 那么高某本人 应该是这几家公司中 其中一家的职员 但是警方调取了 这几家公司 所有的人员名单 却发现并没有高某这个人 它码头过驳 它都是有单据的 然后调取来发现的话 高某这条船 并不在这个 过驳这条船的 这个名单之中 高某并不具备 过驳并运输 铜金矿的资质 那么谁是 那艘失窃货物的 大型散货船船主呢 高某口中的吴老板 到底是谁 师父确有其人呢 就在高某在审讯室 接受警方训问的时候 警方的政务代理 突然响起了手机铃声 听见手机铃声 一丝紧张的神色 从高某脸上一闪而顾 警方意识到 这个来电很可能十分重要 民警接通了电话 用高某不方便接电话的借口 询问来电人的身份 那个人告诉民警 他就是吴老板 正常的物流案件中 这个货主 他是一个受害人 所以说应该是 非常愿意积极地配合 我们国安警方工作的 基于这样的判断 民警决定 向这个吴老板 挑明身份 可没想到 对方一听到警察两个字 就像被针扎了一样 匆匆挂断了电话 这个吴老板直接来一句 我不知道 那不是我的货 我不知道 吴老板的态度 让民警颇感意外 整个案件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就在民警对高某和吴某的关系 一筹莫展的时候 在高某的儿子小峰那里 发现了新的线索 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 发现了高某儿子 一张银行卡 上面有巨额的资金往来 和小峰有资金往来的人 是一名姓吴的男子 警方认为 这很有可能 就是高某口中的 那个吴老板 那么 如果如高某所说 吴老板是货主 和高某一家 是雇佣关系的话 他们之间 有资金往来 也无可厚非 那正常的一个资金流向 应该是吴老板 吴某向高某 进行一个转让 付他的运费 但是这个差在相反 是由高某儿子的卡 转向了吴某 而且金额已经远远超过了 这个运费这个范畴 显然高某在说谎 吴老板并不是真正的货主 就问这个高某的儿子 高某的儿子说 这张银行卡不是他的 这张卡是他的一个亲戚 张某让他开的 然后也是张某在使用 小峰口中出现了一名新的人物 张某 这个人和本案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紧接着 现场勘查又出现了新的疑点 船舶来说的话 他所有的船主都是 希望自己运送的货物 装的吨位是越多越好 但是高某的船上 货舱里面竟然放了一台 这种大型的挖掘机 正常的货运船舶 为了保证运输的效益 都是尽可能的 增加自己船上货舱的储货空间 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浪费 可是高某的货舱里 却装了一个体积庞大的挖掘机 他想要干什么 高某说是用来轻鱼的 正常的人来想的话 你这个轻鱼 你竟然这个 你的挖机要挖斗 要升到江底 那你的这个甲板 应该是离水面是越近越好 但是高某的这个船 在空载的情况下 它的甲板离这个水面 大概有三四米的距离 你这个挖机 开到这个平台上以后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进行一个挖掘的作业 对于挖掘机的用途 高某的回答漏洞百出 整个案件 随着高某的倒案 并没有变得明朗 反而愈加复杂 警方意识到 在这种种不寻常背后 一定隐藏着一个 巨大的阴谋 货主和乘运船船主之间的 资金往来疑点重重 运输货物的船舱内 暗藏玄机 不断更新的线索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 案件真相 究竟如何找寻 小虾钓大鱼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长江上的可疑船只 引起了长江航运公安局 南通分局的注意 经过一番努力 警方抓获了 坚守自盗的散货船船主高某 但是在案件梳理过程中 却发现 越来越多的疑问 得不到解答 而且牵扯进来的人 也越来越多 这样的话 小峰和吴老板之间 为何出现大额转账 高某船上 有银河安装挖掘机 一切似乎都能解释清楚了 铜银河因为它里面含铜 所以它的密度比较大 比重比较重 所以它可能人工 没有办法能抬得动 所以通过用吊机来吊 跟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的话 也是比较符合的 但是根据高某作案的数额来看 民警觉得还是有些不对劲 很难想象高某这个船 是专门从事盗窃一个作案工具 因为一条船 虽然它的只有千马吨 但是它一条船的每年的运营 还有它的成本 也要达到可能要两三百万 两三百万的专门用来 从事分队活动的话 它的分队成本也是太高了 单凭高某和吴某两个人的力量 想要盗窃海轮上的铜金矿 不管是从技术 还是从作案成本来看 似乎都不太容易实现 铜金矿是一种比较贵重的货物 这种的话就是价值很高 像这种的话 就是货主单位会很重视 他们也会就是采取一些 防止被盗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那个在船上装监控 然后船上派养养员 然后对货物进行分间 运输铜金矿的轮船上设有三重防线 要攻克防线盗窃货物 这绝不是高某和吴某二人之力 可以完成的 这中间还有多少人参与其中 高某是否就是组织者呢 警方决定继续从高某入手 对他的人际关系 以及财务往来 做一个详细的调查 发现高某平时跟吴老板 接触比较频繁 电话联系比较多 然后我们又发现 这个吴老板 跟他的很多的同行 在有一个联系 他这个联系的一个网络 就非常的清楚 就是由高某为一个点 高某到吴某 然后吴某到下面的 很多的运输传播 调查还发现 高某的资金流向 和他平时所联系的 这些船主的走向 惊人的吻合 这个团伙才是 陈栋想要的大鱼 而且吴某就偶尔出现的 那张异常的转动情况 就正好也就是 吴某跟高某 同时联系的那帮 运输同情况将船的船主 通话情况跟资金网络 联系到一起后 制作一个层级图 但是这个图上有一个缺陷 就是当初这个资金的 最开始的来源 警方汇制出了一张 盗窃同金矿的人员层级图 但是这张图里 唯独缺了一个 最关键的人物 应该就是整个案件的 始作用者 也就是他的盗窃部分的 幕后的主使者 可是 这个隐藏在暗处的敌人是谁 究竟视力有多大 射击范围有多广 警方还摸不清头绪 长江航运公安局 南通分局的会议室里 警方再次召开全员大会 针对这起案件 进行整体的梳理和分析 就在这时 又有意外情况出现了 专案组正在进行讨论开会 并且在推测下结论的时候 我就接到我同事 我同事正好在外面出差 然后他说 过会儿有人会跟你联系 然后给了我一个手机号 民警任薇伟 跟支队长陈栋 说明了情况之后 就离开会议室 刚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的手机就响了 然后对方直接就问我 你是不是某某警官 我说是的 他说你现在身边 有没有固定电话 我说有 他说那你用固定电话 给我打一个电话 然后我就用我们队里面的 固定电话 给那个陌生的那个号码 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他说 你再稍等我两分钟 我要核实一下 我当时我就拆车 他其实是想核实一下我的身份 是不是真正的警察 没过多久 指挥中心反馈过来一个情况 有人拨打110报警电话 向警方核实 他刚刚提供的坐机号码 对方如此慎重 这让警方一下子上了心 莫非和案件有关 不一会儿的功夫 他办公桌上的电话 再次响了起来 因为我是指望人 希望你能理解 如果说我告诉人家的话 人家会弄错 你知道吗 这个你放心 我是在行政局的给你打电话 这个你放心 旁边也没有其他人 全部核实完以后 他主动给我打来的电话 换了一个号码 然后他希望能够 我现在告诉你的情况 能不能是相当于吴某告诉你 就给吴某争取一个宽大的 立功的一个机会 说明用意之后 这个神秘人向民警提供了 他所知道的线索 跟我们说的是 你们所抓的这个高某 只是整个环境中 一个很小的部分 就是他所偷的那一部分 是非常非常小的小瞎 然后我们要找的这个吴某 也不是所谓的老板 也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整个床墙上面 整个南东跟南京 有一个庞大的盗窃 盗卖 船上同情望的一个犯罪团伙 神秘人所说的话 更加证实了警方的推断 但是找到盗窃团伙的头目 才是破案的关键 民警顺着神秘人的话 继续追问 我说你最起码要说一个 你所知道的情况 让我去核实一下 你所说的情况是不是这个情况 我跟你说一个名字 张某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短暂的通话 张某这个名字 警方并不陌生 她是高某的小舅子 在排查高某社会关系的时候 曾进入过警方的视线 那么她到底在这个案子中 扮演什么角色呢 然后我们就对这个张某 进行了一个调查 对她的通讯 银行账团 所有的就是能够调到的东西 进行一个梳理 调查发现 张某的账目信息 刚好弥补了警方推断中 趋失的那一环 于是 她成为了这桩大型 铜金矿盗窃案的 头号目标人物 警方集中力量 将所有的调查方向 都转向了张某 最终查清了张某的犯罪事实 整个一个犯罪过程 一个策划 是由张某发起的 警方再次提审高某 在向其出示了相关证据之后 高某的心理防线 终于被攻破 向警方交代 张某就是组织盗窃 铜金矿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确定了张某的作案嫌疑 长江航运公安局 南通分局迅速组织警力 对张某展开抓捕 历时将近三个多月 才把他抓住 也是兄弟机关 兄弟公安机关的配合支持 最终张某 吴某等 七十余人悉数到案 经调查 该团伙在运输铜金矿的过程中 发现了货运方 在管理上的一些漏洞 认为有机可乘 从2016年开始 改造船只筹备作案 直至归案 盗窃铜金矿所得的设案金额 高达上亿元 我们一直在长江 开展一些公安工作 我对这条江 我觉得我还是有感情 我们能够 把他们护航好 保护好 从内心里感到 一种自豪感 在警方眼里 无论是虾米还是大鱼 只要他们敢于以身试法 最终都将落入法网 怀着轻松的心情 陈仲再次来到江边垂吊 下一杆会有什么样的收获 令他无比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A级通缉令 苏建军 南 1968年9月2日出生 户籍地址 河南省辉县市 赵固乡高庙村176号 身份证号码 4107-2319-6809-021276 该犯罪嫌疑人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及时拨打110报警 午夜时分 鬼魅山饮食饮食线 静密场区 离奇切案 接连不断 猖狂喜劫 为何来去无踪 不留痕迹 断开的轨迹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断点 天网栏目 近期播出